早呀 看一下Jasper 我们现在出门去提特斯拉 新出的Model 3 我们搬到加州之后 现在家里就只剩下一辆车了 所以我们两个人工作的话 一辆车是不够用的 所以Model 3是电车嘛 对于我们很方便 我们到咯 这是这里 哇好几辆Cyber Truck 今天来取车的人还挺多的 你今天有你的ID吗? 是的 我帮你 可以再去回家吗? 对啊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开回家了 什么? 是的 我们可以用它吗? 是的 嗯哼 永远吗? 是的 你找它吗? 是的 有 哦 摸一下就亮了 哎有点意思 让我快点 哦 就可以挂衣服了 刚提车就已经尝了Jasper的玩具了 喂 我可以做这个 让我走开 刚提车的情况下是有一个月的免费的那个 全自动驾驶 然后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OK 好了 我现在已经 你可以手放开吗? 自动驾驶的时候 我可以放开 那它会提醒我说 手要放在那个方向盘上面 就是其实是让你保持时刻的那个接管的那个动作 所以如果说我放开的话呢 那它等一下它会提示说 你手要放在上面 还是听一下真人在看 但是呢 它还是判断的不够 它还是蛮智能哦 有观众好奇 在耳湾这边一个月大概生活开销需要多少 你说呢 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咱们家了 当然我们家只有三个人 尤其他可能是思考这家可能比较多一点 就两个小孩了 你可以先算一下咱们家嘛 就是当然我们家不算是完全可以代表所有的家庭 先从车开始算起吧 470亿的车的月工 然后车油 油的话我现在电费还不知道 如果是按照我们之前开我们另外一辆车的话是油车 一个月可能要加个四到六次的油 一次可能加个100% 如果两个用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就600% 那保险呢? 车保险 我们最近刚加这辆车两辆车大概可能是四百五十个月 再算一下我们家还有医疗保险 我们大概是一千块钱的保险三个人 包含了医疗保险 牙齿 还有眼睛的一个保险 现在光算用车 还有保险 医疗保险这一共加起来就是220 这是车方面的开销 最大头的呢 还是住方面的 像我们家现在是买的房子 房贷一个月大概是4400 加上地税一千一 物业是 唯一 对 210 然后还有保险是 236 原因的话像我们家比较小 大概一个月就是80块钱左右 像住房方面我们家一个月的开销就要 2026 像我们家这样子的房型 如果要是去租的话呢 大概是最少一个月也要4500左右的房租 再加上我们家里水电垃圾美气 大概一个月的话是350左右 像我们家有四条线电话 还有包括家里的网络大概是 210个 差不多200块 最近我有一个北加的客人 想要买尔湾这边的新房 250万的预算 因为北加房价太高了 他又觉得尔湾这边的气候他很喜欢 所以就打算搬来尔湾这边远程工作 刚好我们团队有一套新的listing 是在Portois Spring这边 独立的客房 228万 这是入门口 这道房子是干建好 等下一任的屋主自己发挥 这个是尔湾现在在售的 唯一一套250万以下的四房的新房 对 所以这里到时候还可以再放一个大吊灯 就很大气 有个小阳台 有两个小阳台 这里叫什么 Juliet 这边有一个房间 然后这是第三个房间 第三个房间 这里是第四个房间 这是第四个房间 对主要其实这个就是很实用 有院子独立 价格便宜 现在给客人拍视频 因为他客人暂时下不来 可能要周末才能下来 所以他先给客人拍一下 这个房子的格局 Jasper现在上的是公立学校 是免费的 偶尔会有些募捐活动 这些都是自愿的 但一般我们都会参加 费用也不多 平均下来每个月费用也就50不到 平时还有兴趣班 中文课 绘画课 空手道 足球课 一个月大概520刀 恭喜Jasper Jasper 你太棒了 现在Jasper 现在已经有两条袋子了 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ice cream 哦耶 我们要去祈祝今天Jasper 试试通过 所以呢我们去买一个 巧克力的ice cream 我最喜欢吃的 干杯 耶 在甜食方面我的战斗力不行 我吃的这些我就觉得不行了 太甜了 看一下你吃多少了 哇 然后Jasper呢一整杯都快吃光了 我的天哪 小朋友在甜食方面战斗力果然还是很绝呀 小朋友很喜欢吃爱 在吃的方面呢 我们平常在家吃的比较多 大概都是每周一次中超 然后两周一次Costco 六月下来呢大概是一千三左右的货食 基本我们每次来Costco也没买什么东西 都是一些生活用的像鸡蛋牛奶水果 还有一些小零食 肉类 还有酸奶 今天画的是一个花 还有一个星期 哦还有一个星期 Costco的工作人员都特别的温暖 每次结婚帐出来的时候都要划一些小票 只要是小朋友给他们的 他们都会在上面画一个笑脸呀 今天呢是画了一个星星 还有一个是花朵 Jasper每次看到就会特别的开心 以上这些还不包括买衣服买玩具 周末家庭出去就餐的这些费用 少算一个月也差不多要300左右 所以算下来我们家一个月的基础开销是11500左右 像我们工作上还有很多额外的费用 每年家庭的电子产品买搭建 外出旅游这些都是另算的 回到问题 年薪百万的家庭 我觉得在尔湾过的生活还是蛮拮据的 其实也可以看看尔湾周飞的很多城市也是不错的 同样的开销 但是过的会比尔湾住的舒坦 当然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只是根据自己平时的消费习惯 分享给大家做个参考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到大家更了解尔湾的生活 好啦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还有什么好奇的问题 欢迎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见 拜拜